客家美食一直受到许多老饕的喜爱 为了要推动在地客家美食特色 台东县政府争取到客委会经费 来办理客家美食创意竞赛 厨神育阿婆活动 将在10月1号在关山工商办理 这次台东县政府来主办 这个客委会所委托办理的客家料理比赛 我等于是用墙的方式来办 因为花莲跟宜兰都想办 那我之所以想说今年由我们台东县来办 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推广我们台东县内 在办理在从事客家料理的餐厅 能够把他们的产业产出去 也透过这个比赛让他们的厨艺能够更加精进 是我这一次在台东办的一个目的 这一次在台东办这个客家厨艺比赛 我们分为社会组跟一般的职业组 两种方式办理 那强调食福 福气的福 是希望我们能够吃得健康 煮得健康 吃得卫生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比赛 让这个健康 营养这个观念能够带动出去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了具有国宴主厨的资格的 还有五星级餐厅的三位评审来当我们的评审 当天我们还有邀请了秋宝廊厨师也是国宴主厨来展现了客家料理秀 也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在10月1号上午9点半开始到观众工商去参观 也分享一些客家的美食给大家 这次比赛还有来自兰宇的参赛者 要用客家风味的飞鱼小草 相信会有各路好手带来不同的创意客家美食 欢迎大家前往欣赏 东台新闻 范耀林 钟慧如 台东市采访报导